来吧 大家好,我是大剑 现在水价大家也开始学化妆了嘛 所以我就想出一些对新手非常友好的妆容 我选了最近非常火的小花妆 它色彩感很淡,几乎没有 就不太考验色彩上面的预暖技术 主要是通过对整体的把控 让皮相和骨相都优化成顶级的肌肉 那像我这种普普通过的人 苏妍看起来一般般甚至是难看的状态 怎么搞出那种笑发的感觉呢 笑发的重点我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重皮相减少色彩感 像大红大橘这种色彩就可以放弃掉了 干干净的皮肤再加上一些自然的血气感 就已经领跑大部分普通人了 第二点就是着重骨相的修饰和比例调整 它们的骨相都是不出错的直面型 面部平的都很高 像我呢脸上凹凸不平的 导致呢这个脸光小于硬 看起来就这个人很阴暗很小气 那光临不对呢 我们就要根据这些美女的照片 通过阴点和高光把我们的骨相重新磨胃 而且呢笑发它们的三平五眼都很标准 不像我 中体牛板好长 从眼睛到嘴巴 打车都要20块呢 所以呢画桌上面 裸残 面中腮红 鼻头腮红 一个都不能省 那分析完这种化妆思路呢 我们就开始直操上手了 如果过程中觉得我变美了 那就把学到了打在公屏上了 上底妆之前要先处理好皮肤状态 省啥都不能省妆钱 最近很喜欢用这个哈巴油 我一般用2-3滴涂全脸 把皮肤变得更滋润一点 有比也可以把这个精华油添在你的化妆水里面 促进吸收 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皮肤是最接近底妆的 底妆效果又决定了这次笑发妆 一大半的美貌值 其实不管是什么妆 底妆在妆容里面的占比都挺大的 像这些痘印 鼻翼 比较干的地方也可以都按摩几下 按摩到它吸收了就可以上底妆了 最后大面积的瑕疵先要专瑕域处理一下 这样子后续底妆会省事很多 因为我瑕疵比较大块 所以都可以直接用手指去点拍 手指它还有温度 可以让我们的瑕疵没那么干 黑眼圈也是一样的 用个更深一点的橘色 最后上底妆新手气垫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吧 第一次选色号可以用下颗骨到脖子的连线 去看一下这个色号适不适合自己 这时候上脸的第一下绝对是粉感最重的 就可以压在我们瑕疵的地方做二次遮瑕 像鼻翼眼睛还没卡痕的地方 就要用鱼粉去带过 三只手指去按压你的粉就会更贴肤 之后呢再注意一下面部凹陷的地方 让它更平整 用这种提亮色 橘朵的灵影色号 点涂在我们脸上凹陷的地方 让这个脸的光影轮化 更接近美女的样子 美女的眼上的高光图呢我就放在这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脸上 有哪里是需要调整的 所有不应该有阴影的地方都填上 有这一个气垫粉铺给它拍 这边就要比这边要显得连心很多 再来注意我们的小细节 像是肋钩 法令纹这些是很显皮态的 用这个最亮色的遮瑕 找到自己纹度最死亡的角度 像黑眼圈呢就低头 法令纹呢就侧头再低头 模拟一个顶光的效果 把遮瑕放到你最死亡的阴影里面 在这个角度下把它摊开 这样子回到正常角度 它就已经被遮得七七八八了 然后这些跑出来的痘印 装着一种拇指霜 沾取相近的遮瑕颜色 在手背上蹭一下 不要让它有太多的膏体 之后呢直接点涂上去 让这个底妆看起来没那么脏 看起来瑕疵不大就行 之后来上我们的散粉 用到这个辣妹 LA Girl 拿粉铺沾沾取 沾取完之后那是不均匀的 就要在盖子上或是手上 给它磨得均匀一点 之后我们散粉就重重的压上去 底妆完成之后我们的皮下 是不是就要比素颜的时候要好很多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脸太像一张柄了 现在先来处理我们的轮廓 在那些应该有阴影 有立体度的地方 那是要选那些比较好运暖的阴影产品 我选的是这个粉 它们这个色调 我觉得非常贴我们亚洲人的皮肤 很自然的阴影 脸色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上 把它点在你正面 看到凸起来的地方 之后呢用轻拍的手法 把它前后运开 因为它粉质是那种落落的 所以你看这个阴影的色块 几乎是没有边界 很自然的涌入到了你皮肤里面 像我脚这个也处理一下 看一下两边的效果 最后呢处理我们的鼻影呢 中间这个颜色 然后用斜角刷 蓬松一点点的刷子 这样子出来了 就不会是那种很明显的线 主要割了一下这个眉眼三角区 还有这个鼻头 这样子呢整个鼻子就不会是那种 顿顿纯纯的 最后呢我会打在这个鼻子下面 中间横着来一顿 打完这个眉心三角区 这样呢鼻子就可以从那么长 变成这么短 眼睛也用这个阴影色 打一个基础的轮廓出来 打满整个眼窝 还有这一条眼眶外圆线 顺着这个下眼眶的弧度 小一下 这样子握才能够更清晰 你看这边的眉眼 就要比这边要更立体 包括人中的位置 捏扁一点刷子 人可以眉 但是人中不可以眉 然后下沉这里 可以很好的弱化我们的凸嘴 之后呢再拿一个口眉刷 沾取这个高光色 不要再比一辆眉供 如果你要下巴短呢 高光就要打在下巴底这里 再一套颜影刀组合下来 凸起来的地方压下去 凹下去的地方呢 提起来 脸的轮廓就会超清晰 之后呢再说有我们的五官 眉笔用的是这种极细的眉笔 特别的好控制 先换眉底线 确定眉毛的走势 每张点是什么样的眉形 我之前就已经出过一期 非常详细的造成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刷掉眉底线之后 其他的地方都是用 小距离的斜线去填充 像眉尾这一片的地方呢 就斜向下 眉头呢就是斜上上 但是呢眉尾这里就不要低过眉头 不然呢就会显得不太精神 眉笔呢还可以拿来加深下睫毛 你们在这种下睫毛很多 看起来毛发就很旺盛的感觉 很自然 撞了横着拿它这个身子 蹭一点颜色在我们的落残上面 一个大大的落残就出来了 给你直接用塞红颜色 铺一个单色上去 让眼皮有点颜色就行 因为我面中就斑很多 所以呢面中这里的塞红 就会打很大一块 少让多次的点涂上去 横着打 因为我脸太窄了 所以要让它宽一点点 不要低过鼻翼 鼻头在横不要忘 让眼睛变得更有神 主要是看眼线和眼睫毛 用这个眼线胶笔拉出一点点 再用这种薄刷推开 睫毛要花一点时间好好夹一下 因为睫毛它真的好重要 可以让你的眼神更灵动 而且呢我还发现 如果你没有把眼头的睫毛夹起来 就算你夹了睫毛 它还是会显得眼睛很无神 眼头眼尾可以用这种细节的去处理 涂个睫毛到底啊 因为那梳子状的就会把睫毛梳得分干分明 不是很多人都不敢夹下睫毛吗 你就用这种电烫睫毛器 把它们往下烫 它就会把你的睫毛压下来 里面看看 再涂一个素颜可以涂的口红 海盐奶它 就非常像素嘴的状态 只是均匀了一下唇色而已 因为我本身的上唇是要比下唇厚的 所以呢我就不会把上唇涂满 只涂一半 纯细都是模糊处理 装了OK的发型也要跟上才行 像发色呢是最显细致的 不然你主要那些笑话为什么个个都是黑长直 而且呢像一些学校管得颜的 还不给烫发染发 黑发增发就更接近大家青春校园里面的那个形象 而且呢它们头发都非常的有光泽 像我们这种枯草 不可以 得好好地涂一点枯发精油 而且呢它们牛海这里都很听话 会有一个撇出去的弧度 想要牛海这种弧度呢 我们就刷一个指板夹 开到180度 把指板夹横着 夹进去 这样子这个弧度 往外拉 它就自然的会离我们的额头有缘的 这个尖头也是一样的 取出上面的一片头发 做一个C型 然后呢往下拉 放在这里 给它稍微的内收进去 那如果有一个自然的弧度 你的头发呢就不会乱乱的 如果还是不够空的话 就拿起上面的一片 专门做下面这一片的工作 发跟的地方 用一个C型 这样子呢它就会有一个撑起来的弧度 转到往下拉 把发尾收进来 看一下两边的区别 这边呢这一块可以饱满一点 经过修夕的发尾就是这样 夹过的发尾呢 会有那种自然精致的感觉 一起来看最后的效果吧 喜欢的新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剪登链 啊还有不要忘记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